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亦完全同意夏主任在港瓦里面 他认为在2019年中发生的修例风波 令到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货 我自己觉得这个宝贵的一货 是在二十多方面的 第一就是令到香港整个社会 都明白到香港的国家安全缺口 是不能再容忍的 第二方面也认为特区政府 是更加明白他在香港社会 是存在了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风点 所以不能够再是事而不见 第三方面就是社会国家 有很多团体 很多组织 他们的负责人也都是要对于 长期潜伏在他们的机构 或者他们的工作里面 这些会迷害国家安全的风景 都不要跌跌的心 所以我自己的总结就是 夏初今天讲话 就是带出了香港国安法 而单只是香港止暴制乱的定海神针 是根本性地完善了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贯彻落实 就令到一国两制可以继续贪运志愿 所以夏主席都用了这八个字了 就是说他是有正本清源 互乱反正的乘客 星明 meeting 五个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